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乐 我们平时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需要用到很多背景音乐 还有音效 YouTube的后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个免费的音乐库 这一些音乐是不需要版权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免费的使用 我们平时在下载这一些音乐的时候 往往都要单个的点 单个的下载 有没有更好的批量下载的方法 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 怎么来批量下载所有的免费音乐和音效 我们现在看一下具体什么操作 打开后台的音乐库 然后选择一个分类 我们在流派这一边选电影 然后再来源出出这一边的话 选择不需要做明出出的音乐 拆选了之后的话 我们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到底的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态加载的 需要拉到底的话 才能把这一个网站所有链接下载链接都加载出来 可以看到音乐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如果按平时来说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素材音乐的话 那就得一个个去点去下载了 这样有点不方便 然后我们批量下载的话 就要用到谷歌的插件 我们安装两个插件 点开更多工具 然后扩展程序 在左侧这一边的话 打开网上应用商店 那我们下载第一个插件 这一个插件呢 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批量提取 在网站上所有链接的这么一个插件 这个非常好用的 大家记一下这个名字 我这边已经是安装好了 然后第二个插件的话 是一个批量下载的 一个批量下载器 大家看一下是这一个 可以记一下这一个名称 我们就点一下添加到游览器 添加扩展程序 这一个下载器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再回到音频库 然后在空白的位置点一下鼠标右键 选择这一项 然后所有的链接 在网页上所有的链接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音频的下载链接比较特别 有一个单楼的一个字样的 我们可以选这一块的所有的链接 往下拉 一直选中这一些链接 拉到最底下的时候 然后的话呢 选择 鼠标右键 点复制 过来下载器这一边的话 点一下这一个绿色的加号 这一边所有网纸都已经粘贴过来了 点开词 那么所有的音频就已经开始下载了 可以看到下载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一个个的点了 我们打开下载的目录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为它这一个下载的 音频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这样我们以后在处理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文件了 然后看到有一些文件不是MP3的 其实这个没所谓 我们把它直接删掉就好 因为有一些我们复制有一些链接的话 它不是下载链接来的 这个没所谓 好了 这个就是批量下载的流程 那么我们有这两个插件的话呢 可以应用在其他网站上面的一些下载 批量下载都可以用 只要网站上面有链接 然后的话这个批量下载器 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链接都下载下来 非常好用 那么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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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